本节目由三星干了事独家冠名播出 感谢三星干了事的大力支持 哈喽大家好 现在我就是到了东东的下榻的酒店 这个就是东东的房间 以后来这儿住东东同款房间 哈喽 来吧 来给东东送夜宵啦 你知道我今天来的目的吗 给你送夜宵 好吃吗 哈哈哈哈哈哈 又要看车子里呢 看的时候就每个晚上看就会哭嘛 看都会哭 但是我在看到很多金珍 比如说他在桂泰海校长的那个墓碑前面 在哭的时候真的觉得好可怜这孩子 演了这部戏之后我觉得是很简单 哈哈哈哈 靠气息 讲话的时候我现在就可以哭给你看 就是我们现在讲话 哦哦有了有了有了眼眶已经有有泪水了 眼泪掉下来了眼泪掉下来了 刚刚我不知道这个我这个角度你有没有拍到 真的好快就 演了就出来了 我拍这个戏一天哭了一百多次 就是因为你就是哭这个点 然后呢 粉丝特别心疼你 就特地托我给我发了一百多次 是同一个人 是同一个人 我一把我可思认错了 他们就觉得你特别爱吃小子 我基本吃哭了 就是吃到后来就是呃 可以 你拍完当一趟 然后呢就觉得你吃的还不够 就特地让我带了饺子来给你吃 呃 呃 呃 那这个饺子你吃不吃是你粉丝 可以脱文素的 我不是 那粉丝我不吃 粉丝粉丝们你们看到了不是我 我不帮你们 是你们的偶像不灵情 好不好 我就是这样的人 对他他说他就是这样的人 然后这个饺子他就是不吃了 就是不吃了 主要是他们的饺子包的太难看了 你知道吗 我都不知道他们里面有个放途 我找谁要去 好我告诉你 这饺子就是有问题 里面有一个眼庆 里面有一个眼庆 呃 柜子就这样 谁吃到那个筋骨饺子 然后谁就发一个微博 夸对方帅 呃 谁吃到这个饺子 那个三秒之内把这个香蕉吃掉 呃 我最讨厌吃香蕉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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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谁啊 你谁啊 你来啊 还是吃 十时 谁吃肉 你看他在剧里吃香蕉那么多 估计还有无目的闪出来 哈哈哈哈 好了别忘了 快快快快快 哈哈哈 我吵了 你吻不出哦 你吻那么久 干什么 我吃什么 还热心 你不咋干什么 干什么 我感觉你刚刚带我背过去 我感觉你刚刚带我背过去 我这个人不说人情都在 打开听 哈哈哈哈 刚刚我知道你知道哪一刻 所以我就等你那句话了 不然你如果不说那句话 我都还要说我们时刻剪刀布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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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在说 我再吃一个 开 哎 哎 哎 哈哈 哈哈哈哈 没事你不是鼻子吗 它不是芥末的味道是口臭 啊 准备 开始 一 二 三 一再去 快 进去 耶 哎 哎 哎 你想忙给我讲 怎么 为什么 就是想玩 呃 大家好我是林克星 大家好我是靳叔 好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就是我们的枪手和快手的 终极对决 谁最快把面前的十只虾 全部剥完吃下去后就在胜利 如果你觉得你拨得慢 你可以直接这么拨 会变咳了 可是不干 来 3 2 1 开始 我蘸酱 还可以蘸酱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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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好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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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疼吗 有点虾 有点虾 小新姐不让一下进这边 完全没要让的意思 我准备第二盘 第二盘是吧 来上第二盘 我吃的真的快 因为我很浪费 但你平常也这么吃吗 自己花钱买的 就不这么吃 这花钱买的 钱都会吃吗 基本都会 壳都搅 骨盖 这些的1米9只 还需要骨盖 啊 吃完了 你输了 我慢了吗 那个吃下比赛呢 我们进出这一了 然后呢现在我们这边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考验 就是说 男生不懂女生 女生也不懂男生 你玩游戏应该很花钱吧 当时都会觉得说 哎 我就是作为一个投资 结果 忙到卖 谁卖 女生可能花钱都是买一些 漂亮的衣服 鞋子 包 化妆品 我一年就逛两次 这一定要买很多 买一次退一次 是吧 退一次是啥意思 一次买一次退 然后呢现在我们这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考验 这是你都认识吗 都认识吗 嗯 这个你知道是什么干嘛 这是一个盒子 这是一个盒子 看外观你觉得是什么 这么大一盒里面装的 口红 眉笔 粉 涂脸呢 不行 这不 涂腿呢 就显得皮肤有光泽 对 对 对 这个是干嘛有的 这是涂嘴的 不是涂手呢 加油 是指甲羊 我觉得是指甲羊 不是 涂嘴的 还可以涂别的地方 涂脚 这带颜色的 我闻一样 颜色的东西 嘴唇 眼睛 它还可以抬到这儿 就看起来粉粉的 对 看起来好像自然透出来的 对了 这是现在特流行的 这个有特别流行的 一个叫直男展 所有的直男碰到这个颜色 都不可抵抗 还有一个叫姨妈红 是因为可能你妈妈的姐姐 特别喜欢的颜色 就年纪大 用的颜色 你自己觉得 你觉得哪个展到你了 你觉得哪个展到你了 这个 好像是 那你觉得哪个是姨妈红 最红的了 这个 这个姨妈红 是因为妈妈的姐姐很喜欢吗 你年纪大吧 年纪大 我觉得就图这样子 那靳初姐你现在挑一只 让她猜一下价格 最喜欢的这只呗 你问 对吧 直男展 你先看一看 这还能看着价钱吗 这种东西都进口的很 贵 这分量首先是不太一样 就不太一样 450 我卖给你了 我家里有一只 这只价格其实是220块 跟你说200块钱吗 那这种呢 看起来简单一点呢 80块 那口红这么便宜 真的 那贵的口红都多少钱 贵的 贵的 其实口红一般在价格 都是在二三百左右 就二三百块 就二三百块 那为什么要说女生败家呢 准备买了 哈哈哈 你如果是一个大方的男生 还行吗 哈哈哈 应该换两包在这儿 哈哈哈哈 It's a secret 那你对女性的化妆品 聊不下去 女性的化妆品 我就不一定了 男的的化妆品 我觉得可能还有 男的要有化妆品吗 像我 你自己 你再说我给你抠下来啊 一定强那么厚的 一个情境对象就是 今天父母强迫你 去跟这个男的相亲 但是呢 你化个妆就要把他吓走 对不对 现在呢就有起我们大饼 特别特别漂亮的一个银花 我从来没给别人化过妆 我自己也没看过妆 哇 你好专业啊 我以为他们在给你打高框 我可以看你的鼻子 是打高框 我高框 我感觉他在刷牆 哈哈哈 变化的很好看 哈哈哈哈 我感觉我的美妆 我都给你夹出来了 啊 哈哈哈哈 对面这位摄像有个高框 你能看的吗 眼线真的是考验一个 对化妆封定的一个 对化妆封定的一个 哈哈哈哈 她疼我了 她们的手艺还挺好的 是的 是吧 是的 是吧 你知道吗 我觉得陈先生他不再像画 再画一个妆 他像画一个画 你知道吗 怎么说呢 看起来也是难受 看起来也是难受 黑的 这个 你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看一下 下手就多重 你看 再有一种 我感觉 那种间别的感觉 张开 我感觉你是大妈本人 发型要做一下吧 你还做发型啊 你还做发型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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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忘了 不是吧 现在 我这种学会我们的任务中已经 弄完了 你终于也失败 但是 绝对不能算是成功了 因为 你看一下 我跟 我的 另外一位同事 而且 居然变成功丁少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你媳妇叫何老师 哦 因为那你帅小 看何老师挪勇一下 好吗 何老师挪勇是蛮好看的 那姐家里有个章节 为什么要看何老师挪勇啊 我想看那姐挪勇 哈哈哈哈 是不是太黄了 这个 你国那么高 控制不了啊 为什么我两个初吻 都给了年纪比较比我大 哈哈 两厘啊 一厘几了啊 我的那个 别通经历啊 哇 休止第一了 七点几了 零点七 七点几 你这是什么电视 我希望他到七点几 才艺多 学习好 书 把画画样样好 非常地中肯 哈哈 择提 不要费死 为爱我们 那我这样通过也就 七零到六 六六六六六 只为我敌台 来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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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吗 要完 她们说天会 她们说天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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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李宇哥 我们今天先上的节目要不要 我们今天 你明明在健身我 来 还要多久 我才能在你身边 等到繁星的那天 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 啊 我还会比较好一点 啊 你